在7月28号的礼拜五的时候 拜登签署了一个对这个布林肯 国务卿的一个就是备忘录 授权他去援助台湾的军备 以他最高的额度是根据这个2023年 这个国防授权法案第5505条 第A款之中去修改1961年的 这原外法案第503条 第A款第三点之中 他特别设计了以后每年 我要强调每年per year 他给予台湾最高不超过 这个10亿美金的这个军事援助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些军事援助的东西未见得 是真正能转为真正的军事硬体 或装备或者载台 或者系统给我们 有很多美国跟我们军事而作 所需要去付出的相关的这个款项 有时候也从会将会从这边来 垫付 所以那天啊在这个 拜登所签署的备忘录的时候 他是援引1961年 这个1961年原外法案第503条 第A款第三点 各位1961年啊 那个法案通过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第三点 也就是他用偷天换日啊 偷龙转缝的手法 在2023年的原文这个国防授权法案的 第5505条第A款之中去修改 这个波转时针啊 回到从前去修改啊 这个1961年啊 原外法案第503条啊 这个第A款第三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 这个整个事情 但是呢根据那个备忘录 那上面写明了 说这个里头将会提供在美国国防部里头啊 他目前所储备的任何的军事的硬体 或者啊任何的勤务的资源 或者啊这个相关的教育跟啊训练的项目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由于他的项目啊并未公开 所以引起啊各方的胡乱议策 当天啊法案公布的时候 这个一个这个美国啊 这个国防部部长奥斯顿啊 正在出访澳洲 所以他们去追的啊 他啊跟着他出访的啊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空军中校的 这个梅奈尔啊 他啊这个美国空军中校 他是啊副发言人 那他就提了一些啊 这是跟啊这个状况未知 情报监睁等等等等 什么这一类东西 但是呢这样一去啊这个讲 那讲完了之后呢 他啊到了这个8月1号 美国国防部正式啊 这个就是固定的记者会上 人家又就是重提 但是呢这时候美国啊这个准将 他是啊最高阶的发言人啊 这个Ryder啊他啊立刻就讲 对于这个东西 我没有任何更深的资料啊 所能提供 所有能提供的白宫啊 都已经啊公布出来 所以呢大家啊 因为啊两边的啊说法不一样 有的人啊这个前面那个美利尔 他啊写了讲了一个 就是说模模糊糊的 后面呢又讲说什么资料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因为呢 他要考量在台湾这边的啊作业安全 以及啊这个事情在外交上的敏感性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就要要聊理解到 美国啊真正对外军援军售啊 他的政策啊把关的单位是国务院 所以美国拜登总统啊 所下的那个备忘录 不是下给啊国防部部长啊 奥斯汀 而是下给啊国务军啊布林肯 所以呢对外的东西啊真正把关 而且有啊拍板定案的一定是啊国务院的军政事务局那边所主管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啊国家安全啊局 不是国家安全 这个美国国防安全啊这个合作啊局 也就是啊他是隶属于美国五角大厦的这个国防啊安全啊合作局 这个DSCA啊他每次要在公布啊这个对外的军售的时候 他必然会讲说经过啊这个 这个就是国务院的核准 然后出售给谁如何如何如何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呢有很多人就去啊对比 这个他美国去援助啊这个乌克兰的项目呢 他啊却啊相对了透明 所以他给台湾的模式呢 他确实是存在着落差 我个人认为啊这里啊有两种因素我认为到了最后必然啊是要对外啊公开的 为什么呢因为啊美国啊这个对外啊军员绝对没有啊秘密的 而且对外的军售也应该没有秘密的 美国曾经有秘密军售最后搞出来轩然大波 大家还记得啊这个美国白宫啊这个国家安全啊会议之中 那个洛斯忠孝因为啊秘密啊对外啊这个转移武器 然后再去主管那个案子 产生了那些啊真正的弊端跟呢就是说丑闻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大家啊必须要要了解 美国必须在这个上面啊去保持啊透明度 假如他是秘密啊军援台湾 那将来啊北韩万一要把他啊做核弹的技术 去转给伊朗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话讲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认为这个军援啊 是国防部啊美国的国防部是因为是执行单位 他对于政策的发言都相当的这个就是小心 所以在国务院没有正式授权他可以对外讲之前 他的发言底线啊都是非常的抓得非常紧 所以在这个情形我觉得这个媒体呢有一点啊 是问错衙门的感觉他是要搞错方向 他假如去问国务院可能答案又不太一样 但是呢我再要特别要强调我们呢在很多的政论名嘴 以及要很多的媒体报道其实对这个事情啊 有存在非常严重的偏差我首先必须要强调 我们今天啊这个所谓的即使是军事援助 而且这是不要还钱的啊这些东西也不要偿还的 即使是这个援助他也不是一言堂也不是说美国啊 要给什么我们就一定要照单全收 因为啊大家这些东西啊这个做事啊台湾跟美国双方 必须是要有商有良 因为这个东西来了之后假如啊不合我们意 而且没有办法排商用场 我们找不出人来用或者说美国提供我们什么 教育训练的班子我们检讨不出人啊去受训 这里头东西啊就是会存在的落差 而且呢台湾的媒体啊经常啊会去啊就是说 这个高度的去啊吹捧或者啊去啊渲染很多事情 譬如说明明啊是一个营级的机干人员呢 这个干部到美国去受训 却会吹嘘啊说整个营跑去啊受训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我觉得今天啊很多政论名嘴啊 确实在很多节目上都胡猜 然后呢说是啊这个里头啊又存在呢某些的敏感项目 各位我们原先啊前一段日子啊有讲说美国要委托我们去啊研制啊深化战绩 那个就已经啊搞成啊满城啊风雨 而且呢这个啊就是连美国然后这个连啊总统府国防部都再三出来否认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里头绝对没有任何敏感的项目 假如有这个敏感的项目的话将来不是要惹出啊多大的麻烦 所以有很多啊这个政论名嘴啊说啊我们这个可能原来我们买的啊 说这个东西他现在提前用这个交货 所以各位我再跟各位讲我们譬如说 我们像美国买240%的赤震飞弹在2017年啊 这个买的那248的赤震飞弹他的输出许可是一回事 假如他今天要给我们另外啊比如说100发好了 这100发他也要另外再开另外一张输出许可 因为啊这些东西啊他的管制规范即使是同样东西就这样 假如今天有个东西叫做A型然后他要改换给你个这个这个编号上很类似 但功能上差很多的B型那A跟B他是两个不同的输出许可 所以各位大家要知道美国啊基本上是一个还算满守规矩的国家 他会去遵循呢他的管制规范这些管制的规范都是美国的法律啊 这个白纸黑写在那而且真正的都负有情思的责任 假如你违背他你可以啊被啊起诉甚至任何啊秉承的上级的行政命令来做 到了最后也会啊铛铛入狱那没有人会跟自己的荷包或者跟自己的退休金啊开玩笑 所以大家要知道输出许可没有任何例外输出许可必须啊 因为输出国际的军备管制是一个恐怖平和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输出许可万一搞出啊例外 那将来啊就会啊捅出楼子 那另外还有一些啊这个政论的名嘴的又在那边啊去啊杜撰 说啊这或者说是这个联想力啊太过丰富 他说美国啊利用这3.45亿啊来啊提供啊军事硬体来影响啊 我们的啊真正的这个军事战略跟国防政策 各位亲爱的朋友美国利用军售的方式 或者他们啊跟人家军事交流去影响啊对方的啊 军事啊作战的战略思维 或啊这个军事战略的规划或者作战的构想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每个国家都会去这样做 而且影响他的政策也啊是啊很有可能 但是呢他必须啊要提出啊分够分量的资产 现在美国呢欠了我们大概190亿啊美金的这个190亿的美金的这个军售的这个品项啊交货延迟 然后呢我们啊付款呢又必须按照那个原来签的合约 那我们当然心里啊是很不痛快 那呢现在呢另外给了3.45亿 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替代关系 很多人认为说他今天给这个东西啊是为了那个赔罪 但是不要忘记他原来的法案讲的是 每年也就以后啊每年都有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说美国有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 就是说真正的军事战略啊作战思维以及啊真正的国防政策 我这样讲好了这3.45亿对啊190亿啊 这好像就跟啊四两啊去对比啊整个千金一样 那你今天啊你能不能用这个四两去拨动那个千金 我觉得按照这个规模而言呢他恐怕 没有办法去扭转我们现在啊既有的啊决策 各位亲爱的朋友美国啊即使啊打算想这样做 虽然有很多人啊会声会影说美国希望把我们乌克兰化 也有一些人啊在社会上那边啊 这个组一些啊怪力怪气的组织这个黑熊黑猪黑狗黑牛 谁知道是什么但是呢他也跟这些啊都无关 所以很多东西啊是嘴巴在政治上啊吹了个是满天下 但是呢你说他真正能够去改变什么呢 你也要拿到真正的军事硬体 美国可不可能啊越过中华民国的法治体系 将啊某些啊军备品项直接交呼啊某些啊民间团体 我觉得啊那个东西啊可以去写好莱坞啊电影的情节 但是啊真正状况绝对啊没有办法去达到那个地方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鱼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